将咸阳公事付诸一句 所有信公极妙 三百里厄旁公 统统烧成一个大火堆 不要啊 将军 我要在离山上 看到烟烟闭日 连行不绝 项羽在进入咸阳后 被各国诸侯推举为首领 咸阳城的百姓便迎来了一场更大的灾难 稍微有点资产的家庭 都被诸侯联军洗劫一空 所有秦官不论好坏 全部被斩杀 就连普通老百姓也难逃一劫 诸侯联军放任手下 在咸阳城烧杀抢掠 范增看得十分痛心 想让项羽出面约束一下军纪 可项羽却表示自己也无能为力 项羽早就看出诸侯联军推举他为纵长 就是想打着项羽的名义 无作非为 可为了各国之间的友好相处 项羽只能默认这种行为 如果他去命令诸侯的军队 只会引发不必要的战争 反正遭殃的是他一直痛恨的情愿 范增听到此处觉得有些不对劲 项羽想要的还是像周朝那样 分封诸侯的时代 大家和睦相处 他们楚国在富足水乡 完全可以自给自足 过上幸福快乐的日子 得了富贵不还乡 如传锦衣夜离醒 雅夫 我们该准备回家了 当然在回家之前 项羽还要处理一下秦王子英 秦国 灭亡了 当年秦灭楚 连自尽的机会 都不留给楚人 但我不会这么做 在项羽的逼迫下 秦王子英拔剑自吻 接着项羽又盯上了胡亥的嫔妃 面对这么多漂亮的女人 如果是老流氓刘邦 早就落坏了 可项羽最恨的就是情人 尤其是这些曾经侍奉过胡亥的女人 更让项羽觉得无比恶心 因此项羽下令将所有人全部处死 即便如此 项羽心中的仇恨还是没有缓解 她又将目光盯上了咸阳宫 在项羽眼里 这座豪华宫殿就是秦朝腐败的象征 于是项羽决定烧掉整座咸阳宫 虽然范增百般劝阻 可项羽心意已决 她将咸阳所有性功极妙 以及三百里厄旁功全部烧毁 秦始皇焚书坑儒都没烧掉的珍贵书籍 却在项羽手中毁于一旦 项羽这样的行为 引起了情人的愤怒 情人和楚人的仇恨注定无法和解 张良看着咸阳城内的熊熊大火 已经预料到了项羽的失败 此时的刘邦也是无比后悔 他要早知道项羽会这么残暴 当初说什么也不会把咸阳交给项羽 最起码也要把那几个嫔妃带出来 可现在一切都已经晚了 这是第一个敢如此骂项羽的人 当然这小伙死的也非常惨 项羽在覆灭秦国后 迫不及待想要回到家乡 但在项羽回家之前 必须解决诸侯分丰的问题 为了让众人服从安排 范增建议项羽拉拢一下鹰部 可我也不好办 鹰部他功劳这么大 给他个王室远远不够的 可要给 给他什么呢 给他个妻室 那把谁嫁给他 我跟鱼姬有美女儿 就算有 也不会许配给他 正在项羽左右为难时 却发现鱼姬的府里多了一位美女 这名女子是鱼姬在咸阳城中偶然救下的 二人非常聊得来 便一劫金兰 项羽这下有了主意 亲自作媒将若江嫁给了鹰部 鹰部白捡了一个貌美如花的媳妇 对项羽自然是感恩戴德 因此 在项羽召开分封天下的会议时 鹰部第一个表示 无条件支持项羽 一看最强的两位大佬 已经联手 剩下的诸侯 谁也不敢反对 但有一位名叫韩生的儒生 来见项羽 韩生建议项羽 留在关中发展 关中土地肥沃 地势显耀 当年秦之所以能无敌于天下 就是因为其他国家都打不进关中 可秦国却可以随心所欲 派兵出战 不管派出去多少兵马 关中的沃野粮田 都可以保证粮食的供应 大王应效仿秦王 在关中雄居天下 我不喜欢这里 我讨厌关中 那么 大王要在哪里定都呢 鹏城 我要做西楚之王 韩生还想再劝 可项羽却直接发飙 你这个人 怎么那么啰嗦 好 我给你打个比方 我得到天下 得到所有金银财宝 而不一锦还乡 就好比 就好比锦衣夜行一样 明白吗 韩生当场傻眼 他本以为项羽是位雄主 没想到项羽的眼界如此端浅 因此 韩生嘲讽楚人是幕后二贯 项羽听后勃然大怒 直接将韩生扔到废锅里 活活煮死 之后 项羽分封天下 一口气分了十八位诸侯王 项羽自封为西楚霸王 为天下共主 楚怀王被项羽分为异地 虽然听起来挺牛逼 但实际上 就是一个空架子 关中则被一分为三 由秦国详将司马兴张涵 和董毅分别统领 至于刘邦 在范增的建议下 项羽将最偏远的八蜀 封给了汉王刘邦 亲人把那个地方当作流放犯人的地方 犯人不管有多么凶恶 一听说要送到汉中八蜀去 他们就浑身打哆嗦 这么说 他要去了就 出不来了 死了 与此同时 樊快等人得知刘邦 被赶到了八蜀之地 个个都气得不行 要去找项羽理论 可萧和却告诉刘邦 他仔细研读过 秦朝的宫廷档案 发现八蜀之地 并没有那么不堪 反而由于地理偏远 从来没有经历过战乱 土地荒芜 只是因为人少而已 对于现在的他们来说 八蜀反而是最适合 休养生息的地方 为了以后的发展 萧和建议刘邦 把汉中也一起要过来 这件事张良自有办法 让项伯出面找项羽索要汉中 此时的项羽和范增 还不知道八蜀的重要性 为了补偿刘邦 项羽大手一挥 将汉中一起赐给了刘邦 却不知正是范增的这个失误 让刘邦有了翻盘的机会